在行詩團演出 詳詩憲銳的熱鬧聲中 嘉義縣警局 樸子分局 興建辦公大樓 由縣長翁張良 立委蔡玉瑜 和副議長陳怡悅 警察局長林鴻如等貴賓 共同完成揭牌啟動儀式 一個新的辦公聽聲 對所有的這些公民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個長所 相信我們的同仁 那一定可以在衛民服務的部分 跟治安維護的部分 可以做到更好 因為是老舊進出 所以事實上 確實是沒有辦法應付 目前的網路時代 感謝縣長 感謝議會 在109年 就能夠用了 1億4千4百萬 這麼龐大的預算 來幫警察局 樸子分局來建立 由著紅樁外牆 興建於1920年的樸子分局 曾被譽為最美景局 過去時日至時期的 東石軍藝所 被列為限定古蹟 由於結構老舊 不符現代化景震需求 如今已功成身退 我們舊的分局其實是一個非常具 歷史特色的一個建築物 也是我們非常多 我們海區這邊的 鄰近鄉鎮的所有的好朋友 的一個共同的一個回憶 新的辦公廳設 它的空間規劃 比較符合我們警政的一個需求 尤其是針對於複佑案件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比較一個隱密的一個 偵訊的一個調查的一個處所 讓我們的那個報案人 他能夠在一個比較安心的一個狀態下 能夠來完成整個報案的手續 縣長翁張亮指出 舊樸子分局未來將由縣府接手 秉持修舊如舊的精神 修復後將重新規劃利用 打造為樸子市代表性的觀光亮點 新唐人亞太電視 羅金星 方雅賢 台灣嘉義采訪報導